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沦陷区内的媒体里面自爆中共对于拜登家族的统战成效 据我们所知 大概只有罪业余的匪谍才会公开声张这种事情 从任何角度看 感觉这都是给美国那些可以跟中共私下勾兑利益的人在制造麻烦 请问 这是否是习近平刻意指挥的行动 好风杀掉白区党跟全球主义集团的勾兑机会 当然也有人认为 这是中共刻意释放出来的 目的是释放一些让美国在选后的局面一直混乱下去的假消息 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 我们感觉中共的对外工作仿佛处于一种内斗的状态 经常是自己人拆自己人的台 您在推特中用了一个很少人知道的典故 Degba 2020 后进大臣景言广的主要目的不是去侮辱契丹太上皇 而是要破坏太上皇对桑维汉反党集团的信任 保证石仲贵全面执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您可否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典故 景言广 桑维汉和石仲贵在今天的美匪政治集团中的对应关系是怎样 这个事情对习近平以及下一届的美国政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仲敬 石仲贵本身就是沙陀人 桑维汉则是石仲的家臣 桑维汉对石仲贵本人和石仲的忠诚度是没问题的 石仲贵跟契丹人谈判的时候 桑维汉整日整夜的在契丹人的门口嚎哭 使契丹人非常感动 觉得相对于赵德军和其他的谈判对象 石仲贵本尽管客观条件不一定比他们强多少 但是有桑维汉这样忠心耿耿的大臣 我们就选了石仲贵本吧 后来石仲贵本跟契丹人达成协议以后 阿宝基还特别叮嘱石仲贵本 不要辜负桑维汉 桑维汉对你真是忠心耿耿 当然 石仲贵本身权建立以后 桑维汉就是后进建制派的核心 桑维汉是文官 所以后来他失事以后 有人问桑维汉会不会造反 对方就回答说桑维汉怎么可能造反 他只是一个文官 文官系统的领袖就是桑维汉 军事系统当然就是石仲贵本人的进阳军事系统 石仲贵虽然是石仲贵的儿子 是继承人 但是不用说 他在石仲贵留下来的文武老臣 包括桑维汉的压制之下 感觉到自己很不自由 万里皇帝刚刚当上皇帝的时候 对于张居正这样权倾朝野的老臣也是感到十分不愉快的 石仲贵自己虽然是皇帝 但是没有政治经验和私人班底 只能采取殷袭的政策 对于他来说 重新定国是改变国家的基本政策是小事 最重要的是通过改变政策 就能把执行前朝政策的老臣统统打压下去 换上更听自己话的新人 那些老臣总是不自觉地表示说 天下是我跟先帝打来的 你等于是一个坐享其成的人 像杨宇廷对待少帅张学良一样 你小子什么也不懂 什么也不会办 老老实实享福就行了 办事就交给张作霖留下的老将 去给你办就行了 张学良对这种态度自然是觉得 你瞧不起我 老爹在的时候我忍你很多年了 你现在还把我当小孩子来管 我早晚有一天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石仲贵当然心里也就是这样的 这种心理不一定会制造出失败 因为说老实话 康熙皇帝杀敖拜 驱逐摄政各大臣的心理 跟石仲贵万历皇帝和张学良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而儒家历史学家根据自治通建的原理 给他们定是非 完全是采取势力的标准 因为康熙皇帝后来显得很成功 所以他诛杀摄政大臣 推翻前朝的联合吴三桂来稳定南方的政策 就变得正确了 这个政策使得立足未稳的大清国 跟强大的吴三桂集团再度兵戎相见 差一点就打输了 在老臣看来 这是以国运为孤注 犯得真吗 本来天下已经到手 战争已经可以结束 而你却要重新再打一场 打赢了吴三桂 你也不过是跟清兵下江南的时候条件相同 只是当官的人换了一波 值得吗 如果打输了的话 他妈的 好不容易下江南得到的东西全归了吴三桂 我们满洲人白辛苦一场 这种打赢了跟原来一样 打输了就要输光的赌局 成熟的政治家是根本不干的 成熟的政治家不搞什么意识形态 他不管你吴三桂是不是叛徒 反不反满洲或者反不反大明 只要他能够发挥相应的功能就行了 没有吴三桂 你另外派一些吴越氏大夫去做杨子江以南的总督 还不是一样的 何苦这样折腾呢 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是这个折腾实际上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够让康熙皇帝和他周围的近视获利 按照唐宋以前传统儒家的说法 他们就是小臣 什么叫小臣 不是经过官僚系统 经过士大夫公推出来的宰相大臣 而是皇帝的宫廷小臣 像明珠和索俄图这些人 跟敖拜纳批摄政王大臣的区别是在哪里 敖拜纳批摄政王大臣是满洲各部落的政治代表 而满洲各部落还有封建联盟的一意在里面 他们不是完全拥护皇帝个人的 皇帝本人可以是八旗各部落联盟的共同领袖 但是除皇帝以外的其他各部落仍然有自己的势力 他们不是绝对重于皇帝的 就像是伯根帝公爵并不是法兰西国王的臣仆 他是法兰西众臣会议的当然成员 不是法兰西国王的私人部署 而明珠和索俄图在这些部落联盟中是没有地位的 他们唯一的特长就是跟康熙皇帝本人的关系甚好 所以康熙皇帝通过这场政变 实现了他个人独裁权力的扩张 削弱了满洲部落联盟顾命大臣的权力 因此他就认为他值得来这一场赌局了 后来因为他赢了 所以历史学家就把他说得很好 如果他输了呢 如果把本来没有必要的战争引发了 而吴三桂真的跟反清复明势力联合起来 把满洲人赶出了杨子江建立起一个武朝 那么康熙皇帝在历史上的名声 岂不是就跟海陵王完颜亮完全一样呢 万里车书一混同 江南岂有别江峰 提兵百万西湖上 立马无山第一峰 完颜亮提连安山水 结果他没有能够过得了采石机 没有能够提兵百万西湖上 他在失败以后 被崇尚军功的满洲贵族认为 你连仗都打不赢 凭什么当我们满洲人的领袖 直接做调 换一个保守派的贵族出来 康熙皇帝如果打不赢吴三桂 很可能会落到海陵王的下场 那时候不知道会有多少黄色作家把他描绘成为隋阳帝 写色情小说 把他说成是一个因为荒淫勿国 贪爱女色才害了国家的昏君 一切谴责都会落在他头上 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就跟石仲桂差不多了 反过来 石仲桂如果起兵攻打契丹 一喜石敬堂臣服于契丹的耻辱 把契丹人给打回去了 那么他可不就现成是一个李世民吗 李世民在唐高祖李渊那一招干的是什么事情 就是跟刘文静沟通突厥 用子女玉帛收买突厥人 带领突厥兵马来反对他原来的主人隋朝 他就跟刘武洲和梁氏都一样 是天可汉 突厥大可汗 捧起来的定阳可汗 刘武洲 这些小可汗 在突厥人看来 他跟突厥内部的其他小可汗 都是突厥大可汗的番数 所以陈寅克才会写论 唐高祖称臣于突厥市 就是对毛泽东说 毛泽东啊 我知道你是李渊和施敬堂 你呀就是斯大林大可汗 扶起来的一个傀儡 你依靠斯大林的势力 打败了中华民国 我们拿你没办法 我们认了 但是我们对斯大林同志始终不服 我们希望你像李世民一样 在李渊一朝的时候 借斯大林的兵马平定了东亚 然后来一个反戈一击 再把突厥人赶回去 这一下 我们也愿意承认 你是民族英雄了 你看 现在谁还会说 李世民是突厥人的傀儡呢 可是 在刘文静和风尘三峡 求然克 李静和洪府女 那个时代 唐国朝廷里面 人人都知道 李世民是突厥的代理人 李建成还好一点 太子李建成 跟突厥人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主要是如生扶起来的人 所以 唐国内部的反突厥派 在玄武门政变以前 基本上是希望 在李渊这个石敬唐自动退休 或者自然死亡 像剑文皇帝一样的李建成 当了皇帝以后 翻过历史的耻辱一页 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 和伟大复兴 没想到 突厥傀儡李世民发动政变 杀了正统继承人李建成 让自己当了皇帝 按照现在很多人的逻辑 他既然是出身于突厥代理人的派系 他肯定是会采取继续称臣于突厥的立场 但是并不是这样 最后打败突厥人的反而是李世民 政治上的事情全靠实力对比 跟你过去出身的派系没有直接关系 库尔德人现在被西方媒体说得像花一样 还说川普不该背叛他们 可是他们在冷战时期 明明就是苏联的代理人 是美国的敌人 但是媒体把这些事情全都忘了 因为一切都是现实政治的需要 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于 石仲桂先生许了李世民 康熙皇帝 张学良以及所有在老皇帝的阴影之下 度过多年的青年皇帝共同的愿望 他能不能成呢 按照儒家历史学家的意见 这一切都是取决于他的品德和能力 如果你成功了 你肯定品德极好 受上天保佑 而且能力极强 如果你失败了 那你肯定是像隋阳帝和金海灵一样 是一个色情狂 是一个昏庸无比的人 当然 我们现在很清楚 这些都是为了使历史发挥 对下一代的道德教育作用而捏造出来的 真实情况就是 上书这些因素 虽然不是没有影响 但是都处于次要地位 最核心的因素还是一个 就是实力对比 政治是极其残酷的 跟你主观上是不是高风亮节 是不是怀着我将无我 为中华民族牺牲一切的崇高希望 还是他妈的 哈哈 现在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让我好好投一投机 一点关系都没有 最高尚的人在失败以后 照样会被抹黑成为最卑鄙的人 最卑鄙的人投机成功以后 照样会被捧成最高尚的人 有几个人能够透过这些谎言的烟幕 把连贡 不 党史 勾出来呢 中国可不是西方 连俄罗斯都够不上 连贡 不 党史那一套 俄国人当时就不怎么相信 后来就被整个勾出来了 而二十四史下来 充满了诸如此类的烟幕 例如说李世民是民族英雄 我们可不要什么事情都赖在共产党头上 把李世民说成突厥代理人 还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对共产党其实是没有既得利益的 早在大宋 大明和大清的时代 大多数文人士大夫 就不要说是普通老百姓了 已经不知道李世民年轻的时候 是突厥代理人 而李建成是反突厥势力 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了 而普通的老百姓 李世大夫更糊涂 在他们的民间传说中间 把李世民和他手下的小将 描绘成为中原皇帝反对牧阳城 牧阳就是苏武牧阳的 那个牧阳 内亚皇帝的民族英雄 把李世民塑造成反清复明的一个偶像 李世民是我们的自己人 李世民打到牧阳城去 打败了内亚皇帝 我们将来复国以后 也可以像李世民一样 打满洲人 他们完全忘了 在李世民那个时代 李世民他妈的就是满洲人 李世民自己就是鲜卑人 正是当时王通和他的徒弟防玄灵 想要反清复明的对象 这样的历史黑幕 是俄罗斯人和欧洲人 所不可能理解的 所以一切都看当时的实力对比 而可悲的实力对比 使得景延广和石重鬼失败了 景延广不是桑维汉那样的人 也不是晋阳的军阵将领 晋阳的军阵将领 像刘支远那些人 他们像杨家将一样 还是半部落半封建的 所以有一定的独立势力 他们可以做石重贵的节度使 众所周知 石重贵的节度使 像后来入宋以后 还封了王的福燕青 这些唐国遗留下来的 翻兵翻将 是老军人和军事上的内行 他们跟后来的宋代世大夫 关系并不好 也不懂得文人世大夫 搞意识形态 建构的那些花样 所以在历史上显得并不好 但是他们是军事内行 他们看什么事情 都是看实际情况的 他们的军事判断就是 后进国军队 是打不赢契丹国军队的 这跟他们忠不忠毫无关系 例如福燕青就是忠诚到底的 虽然他明知道 后进不可能打赢 但是他仍然拼着老命 去跟契丹人打 最后契丹人来了以后 契丹皇帝则问他 你为什么打 他说 我忠于我的主人有什么错 契丹皇帝根据封建的 忠义也不得不说 你做的没错 他们其实出身是差不多的 都是胡人 对于胡人讲究的封建忠义 大家心里面还是了解的 但是这样的话 就使得石仲贵实现不了 颠覆讨厌的桑维汉那些老臣的 正直目的 因此 他就需要由景严广这样毫无根基 做事也没有分寸的人 这时 仍然在朝的老臣们 是怎么做的呢 少帅毕竟是张大帅的老儿子 张大帅辛苦了一辈子 就留下这么样一根毒苗 就算他再怎么胡闹 我们如果真的废了他 我们对得起大帅吗 这是不行的啊 他在昏庸 我们也得像诸葛亮保后主一样 保他过关 按照杨雨婷和张作霖 留下来的那些 亲日派老臣的观点来看 少帅你太胡闹了 你会把我们全部害死的 但是我们又不能废掉你 我们只能保护你 保护你的办法是什么 我们跟日本人好好沟通一下 向他们解释一下 少帅就是个人发发脾气 你们不要把他的话当真 满洲的政务 有我杨雨婷在 你们日本人有什么交涉 找我杨雨婷 我杨雨婷在 就等于是张大帅还在 你们放180个信 张少帅搞出来的那些人 就是他私人的弄臣 我们买一买他的面子 让他自己玩一玩 他是一个爱玩的人 玩两年就过去了 太君 不要认真 不要做掉少帅 少帅不会认真跟你们做对的 你们要相信我们 少帅会遵循改革开放路线的 你看 少帅在其他场合发表的文章 也说过他是要搞改革开放的 对不对 所以 我们求大同存小义 放过他 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 他们是在替少帅找一个生路 如果日本人做掉了少帅 少帅去找蒋介石 你他妈的 在蒋介石手里面能有什么好下场 你看不清楚 我们难道看不清楚吗 你别看你到了北平 蒋介石花天酒地地招待你 他妈的 这是因为我们这些老将 还在满洲守着张大帅基业的缘故 你有统战价值 蒋介石才会招待你 哪一天 你真的把日本人惹翻了 做掉了我们在满洲的基业以后 你再去找蒋介石 蒋介石他理你啊 你就是一个孤魂野鬼 但是张学良是不会相信的 他相信蒋介石的甜言蜜语 老子英雄好汉 张大帅是天下第一英雄 你老人家是天下第二英雄 我们结拜兄弟 天下英雄 唯使君与操尔 世界上的英雄就只有我们两个 你从张少帅这个少爷的角度来看 他根本不懂政治上的厉害 他只懂谁对他好 谁对他坏 他一出道 杨宇婷和张作相他们就像张作霖 活着的时候那样 急言立色地对付他 小六子 你从小就没有出息 是谁把郭松霖介绍进来 给我们惹出大麻烦的 就是你 是谁到北平去花天酒地 给我们弄出小麻烦的 就是你 张大帅在的时候 碰上少帅 一开口就骂 要罚柜 要关禁闭 他是老爸 没有办法 而张大帅的老朋友杨宇婷 和张作相继承了张大帅的作风 见到了张学良 也是一个作风 少帅 你这也不懂 那也不懂 大帅在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感觉这话像是大帅 还没有死一样 世界上真的没有 比你们更坏的人了 一旦见到蒋介石 蒋介石对他的评价 就完全不一样了 少帅 我见过这么多人 从来没有见过 像你这样英雄的 在少帅的眼里面 是怎样的呢 他妈的 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英雄 让你们这些狗熊 欺负了这么多年 你们一直都在骗我 现在我出去见过世面了 你看 连蒋介石都说我是个英雄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动机呀 大帅当年的时候 带你们太好了 满洲的好处全都归了你们 现在你们欺负我年纪小 不像大帅那么威风 你们不想把大帅的遗产 给我是不是 想把我管得紧紧的 想把大帅留下的好处 都把持在你们自己手里面 嘴上却说要遵守老帅一命 少帅你什么也不懂 听老帅的话没有错 好像你们就是老帅的化身 还不是为了你们的私人利益吗 何况少帅也没有说错 那些老臣也就是有私心的 他们也确实为自己的三亲六七 捞了不少好处 这些捞好处的证据 也落到少帅手里面了 少帅是一个有脑子的人 经过一系列推理 他自然会觉得 这些老臣他妈的 就是为了自私的利益 而图谋不轨 低估了我老人家的英雄气概 和真实本领 我是老帅的儿子 我怎么会是没有本事的 银样辣枪头呢 等我做掉了你们 让全世界看看我的本事 你说蒋介石会对我不好 我才不相信呢 蒋介石说的好好的 将来中华民国行线 你现在是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 将来你就是副总统 国民大会选总统的时候 总统是蒋介石 副总统肯定是我 蒋介石怎么会对我不好 等到入了关以后 满洲国的老基业丢掉以后 他向蒋介石要军饷的时候 蒋介石跟他说 你编这么多军队干什么 大家都在裁军 我看 你这些损失惨重的军和师 都给我裁掉算了 把钱省下来不好吗 张学良当时的感觉 就像是李尔王退了位以后 到女婿家的城堡去住 女婿对他说 国王你都已经退了位 要这么多卫队干什么 我看先给你裁掉一半好不好 明天再给你把剩下的一半也裁掉 李尔王简直气得要发疯 这时候他才想起 肯特伯爵和寇蒂利亚 才是真正对他好的人 你他妈的一旦放下了权利 人家就会这么对付你 受了这个气 但是他已经再也没办法回到满洲了 他还能找谁呢 只有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了 可不可以介绍我加入苏联共产党呢 有了苏联的支持 我就可以报复一下万恶的蒋介石了 其实一个训练有素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者 肯定会说 你在满洲的时候就不要听从蒋介石的甜言蜜语 傻逼呀 但是你既然已经听信了 落到了寄蒋介石篱下的这个地步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当蒋介石的傀儡 蒋介石早晚要把你的兵权夺掉 但是他真的很有可能让你在国大行献以后 当蒋介石的副总统 也就是说 你当一个空头副总统 像后来陈成干的那样 当一个统战性的副总统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在投靠苏联 反对蒋介石的话 尼亚联这个副总统也非了 蒋介石对你肯定不如张作霖留下的那些老臣好 但是斯大林对你肯定比蒋介石还不如 不信你走着瞧 但是少帅是不会听这话的 结果他把副总统也给弄丢了 后半辈子就只有在软禁中度过了 但是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讲 你要是进入他自己的角色和他自己的心理 他在不同时期做出这一系列判断都是理所当然的 至于客观形势 他掌握不了 但是我们也要老实承认 康熙皇帝十几岁少拜的时候 他妈的他真的掌握了客观形势吗 吴三桂有多少兵马 怎么样才能打赢 他真的考虑得很清楚吗 我敢说他考虑的并不清楚 他考虑的就是敖拜欺负我 而周围听我话的人只有这帮少年侍卫 我带着这帮少年侍卫杀了敖拜 先出一口气再说 当了皇帝以后跟吴三桂怎么打 那时我们在动脑筋吧 所以他打败吴三桂这件事情也是有点侥幸的 如果失败了以后 也会被说成是十仲桂或海陵王这种事情的 但是无论如何 十仲桂当皇帝的初期 桑维汉也就是杨语廷这样的人物仍然在当权 他老人家仍然在不断给契丹皇帝送信 契丹太上皇自然也得到了信号 新皇帝有异动的倾向 召集了一帮跟我们契丹没有老关系的少年大臣 好像要背叛的样子 但是另一方面 国家领导人是顾大局的 发动战争要死多少麻死多少人 契丹人也没有无穷无尽的资源 可以随时随地发动战争 我们还是要好好评估一下 到底新皇帝是不是像杨语廷所说的那样 嗨 他就是少年人贪玩 你让他玩一玩就好 大正方针有我们老陈把持 不会动 不值得打仗 等他玩够了以后也就好了 他最后还是会回到我们的路线上来的 我们不值得为此打仗 打仗白死这么多人 花不着 你想 张学良再怎么吃喝嫖赌 他能花多少钱 打一场战争 要花多少钱 肯定是打仗的成本高 如果张学良并没有真正改变路线的动机 只是想发泄一下 折腾两年的花 那么我们让他折腾 他能折腾出多大的花来 一百个蝴蝶花的钱 也没有一场战争多 我们让他折腾一下 他好歹是皇帝 皇帝总有一个皇帝的身份 我们让他折腾一下 比打仗的成本低 我们先观察观察 也许桑维汉说的话是对的 只要桑维汉还在当权 契丹人就不打仗 契丹人不打仗 那么石仲桂就没有办法把老臣搞掉 所以石仲桂也很急 他需要一场战争 战争一起来 他就向全国上下证明 桑维汉 你们说的全都是错的 你一个汪精卫 一天到晚说 当年孙文跟黑龙会如何如何 全样一首相和孙文 当年在东京一起喝酒的时候 真是铁哥们一样 千万不要跟老朋友日本人翻脸 翻了脸 对我们没有好处 蒋介石就说 我们不跟日本人翻脸 日本人会不会跟我们翻脸 那么怎么样才能让日本人跟我们翻脸呢 我们制造一点事端 让日本人先跟我们翻脸 先在上海制造几起事件和冲突 然后再回来说 你看 你汪精卫对日本人再好 日本人还不是要跟你翻脸 事实证明 我蒋介石是对的 石仲贵所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使契丹人 首先跟我们翻脸 这样就可以证明景严广是对的 而桑维汉是错的 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契丹人他妈的老成持重 做出一副必原外交的姿态 我们遵守条约体系 尊重中华民国主权 发展牧林友好关系 这样一来 是不是证明汪精卫其实是对的呢 你看 日本太上皇都是这个表示 说明孙中山和汪精卫一直是对的 下一步的逻辑 那就是说明汪精卫 才是真正领会了孙中山思想的人 国民党的继承人 难道不应该由汪精卫当吗 你蒋介石在这里一天到晚说 日本人要跟我们翻脸 结果日本人根本不翻脸 那就证明你其实并没有领会孙中山思想的精华 国民党的领导人不应该由你当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我们赶紧制造事端 日本人不来打我们 我们先打一打他们 把日本人气得实在是受不了了 打我们两下 这样一来证据不就确凿了吗 所以契丹人老是不发火 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要向比斯迈在埃姆斯密电事件 EMS Dispatch中所做的那样 本来不会爆发战争的 因为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国王都不想打 法国人提出抗议的理由是 不高兴让普鲁士的亲王做西班牙的国王 可是我们本来也没有打算 把普鲁士亲王派到西班牙去 这明明是一个误会 误会一解释清楚 不就得了 法国人来问我们 你们有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回答他们说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自然就打不起来了 这样一来 比斯迈的理想就实现不了 所以比斯迈要做点手脚 国王命令我回答拿破仑三世的电文 我虽然知道国王并不想打 但是我可以给他回一个话 这个话注定会激怒拿破仑三世 和巴黎那些沙文主义情绪极高 一天到晚高呼法兰西至高无上 洗血滑铁卢耻辱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 重建法兰西霸业的报刊 我这么回答 国王陛下认为 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这个话可以有两个解释 普鲁士国王陛下 已经第180次宣布 我绝不会把亲王送到西班牙去 难道我还要再说第181次 相信我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我不会改的 普鲁士人会这么相信 拿破仑和法国人是怎么想的 法兰西堂堂大国 普鲁士一个小国 我们在耶拿打得你满地找牙 你竟然敢对我们法兰西皇帝的使节说 我对你没话可说 这是对法兰西皇帝和法兰西民族无理 你反了反了 不教训你一下能行吗 我们连堂堂的奥地利皇帝都打败了 拿破仑三世刚刚在意大利 把奥地利皇帝打得满地找牙 奥地利是神圣罗马皇帝的后裔 是德意志的当然领袖 而你普鲁士 不过是跟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平级的小邦 我们连大国都打得满地找牙了 你一个小邦还敢嚣张 我们跟奥地利皇帝打交道的时候 奥地利皇帝都不敢对我们说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你自己回家凉快去吧 你区区一个小邦的国王 你竟敢做奥地利皇帝都不敢做的事情 你竟敢让我们回家凉快去 不给你一点教训 怎么能显示出法兰西皇帝的威风 于是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国王被比斯迈绑架进了战争 当然 如果比斯迈他老人家打了败仗 拿破仑三世像拿破仑仪式一样 打进了百灵城 不用说 他在历史上的名誉 也跟景严广差不了多少 小邦横条强林 如果有利益冲突 非得打一下 倒也罢了 根本没有利益冲突 无缘无故打一场必败的战争 比斯迈是勿国奸臣 绝对没跑 但是他打赢了 所以他就是统一德国的大功臣 政治就是这么一回事 景严广如果成功了 他也就是比斯迈了 他算计桑维汉和皇帝的手段 也是一样的 本来契丹人还采取持重观察的态度 新政府上台未久 就像我们敬爱的拜登先生 对我们敬爱的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那样 习近平同志才刚刚上台 我们不要给习近平同志添麻烦 再观察几年再说 契丹人当时的政策就是 老子观察你几年再说 这就有一个问题 没有根基的景严广这种人在官场中 恐怕斗不过老奸巨华 而且党与众多的桑维汉 他等不了这几年 所以他就像比斯迈一样坐手脚了 他派他的使节去侮辱契丹皇帝说 我们有我们的十万口横魔剑 先皇制定的条约 我们统统不认 有种你打呀 我们才不怕你 我们会打得你满地爪牙 这一回契丹皇帝再也没法忍了 他妈的 碧原外交去死吧 碧原洗重狼是卖国贼 大日本皇军的名誉 都让你们碧原这些人 糟蹋得差不多了 不好好教训一下蒋介石 怎么能够体现我们的天威 于是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战争爆发 是景严广的外交政策 和内政的重大胜利 战争一爆发 桑维汉就再也没得吃了 上面我提到的 讨论桑维汉会不会造反的问题 就是战争爆发以后 石仲贵彻底清洗 桑维汉反党集团发生的事情 清洗反党集团是要冒风险的 这些人当政那么多年 大部分大官都是他们的人 所以就有顾问说 清洗了桑维汉反党集团 他们会不会造反 景严广集团就理直气壮的说 不会的 桑维汉一个文官 量他也造不起反 后来桑维汉果然造不起反 从契丹人的角度来讲 不但是蒋介石不能信任 汪精卫也很可疑 桑维汉也很可疑 所以契丹人打进了汴京 桑维汉被杀的时候 契丹人没有来救他 只是在他被杀以后说了一句话 我没有想过要杀桑维汉 他怎么会死呢 其实桑维汉是被后进的内部派系杀掉的 故意伪装成自杀 其实是被谋杀的 但是契丹皇帝已经怀疑桑维汉对他是不是忠诚了 所以对他到底是自杀 还是被谋杀这件事情 都不觉得有必要去认真调查一下了 所以 景严广归根结底是达到了他的目的 从契丹人的角度来讲 清华派并不是契丹的核心派系 对于契丹本身的军事贵族派来说 清华到底有没有好处 还是像突厥人所说的那样 中国人狡诈卑鄙 绝对不能信任 像最近那个女议员马莎 布莱克本 Marsha Blackburn 所说的那样 中国人五千年除了偷核骗 什么也不会 这是普通美国人 对于狡猾的无神论者 万恶的共产党人必然的看法 我虽然完全不了解中国人是干什么的 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中国人 但是我至少知道他们是无神论者和共产党人 就凭这两者 我就觉得他们肯定是骗子和坏人 但是有拜登先生和克林顿先生指手画脚的说我们可以从中国赚多少钱 我们就姑且试试 但是即使是江泽民同志 我们也不是真正信任的 即使是桑维翰 我们也是要留一个心眼的 最后事实证明 石仲贵罢了桑维翰的官 桑维翰也没有替我们说话 这就说明原教职主义者毕竟是对的 中国人就是没一个靠得住的 连桑维翰也靠不住 所以桑维翰最后被弄死了以后 契丹人也不想来救他 整个故事情节就是这样的 这个故事情节的关键就是 一个小皇帝有法定的权利 但是身边都是老皇帝留下来的 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老臣 他想要伸张自己的权力 给自己的派系找饭吃 以及改变政策 发动一场抗日战争 两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 两件事情只能一起做 要做到第一件事情 就必须做第二件事情 同时就要有一个本来无足轻重 在桑维翰统之下是外围的外围 一辈子没有出头机会的景言广 现在你可以投机一下 你在体制内没有根基 但是你如果这一次投机成功了 新皇帝的大臣肯定就是你了 你工业无限 如果石仲贵做成了李世民的工业 那么你井严广岂不就是魏征了 这样的事业 你不值得赌一下吗 你不赌 你一辈子是什么人 屁也不是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翟东生 翟东生是什么人 翟东生是九十年代人民大学的文科生 他是一个在体制内毫无关系的人 我们要注意 共产党的体制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像洋葱头一样 从核心到外围 一层一层生长起来的 最核心的核心是黄俄 就是到苏联流过学 由苏联在欧洲招募培训的周恩来 他们那一批人 他们像瞿秋白和周恩来一样 有莫斯科文或者什么什么 洛维奇之类的苏联名字 自己就是半个苏联人 这个黄俄系像纯种满洲人一样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 现在来了第二层 第二层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直到反蒋战争时期 在华北革命根据地 从贫下中农招募培训的赵紫阳那批人 从华北农村招募的大批新干部 这就是我所谓的山东老干部 他们当然不全是山东人 河南人也不少 但是总的来说是来自于华北区 出身一般是贫困的农村 这批人论人数来讲 比周恩来那些会讲俄语的黄俄 是要多出很多的 县委书记这一级基本上全是他们的人 老黄俄能有几个 周恩来那个时候 共产党人总共也只有几万人 而抗战以后 招募来的干部多打几百万人 这批人构成了中共干部体制的大多数 毛泽东和刘少奇时代的斗争 主要是在黄俄系和山东老干部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利用这些不会讲俄语 也不怎么懂马克思主义的土鳖干部势力 来打击黄俄干部 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 又增加了第三波外围 这第三波外围就是改革开放干部 干部年轻化 知识化 要适应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需要 恢复大学招生 让新毕业的大学生加入我们的干部队伍 同时 大学入学不讲出身成分 这就意味着 过去被黄俄老干部和山东老干部排斥的 在满洲帝国初期相当于是江南士大夫 吴越士大夫和钱明士大夫的这批人 在反清复明的战争 已经不可能以后要实现明清联合帝国 实行科举 实际上就是使钱明时代的那些科举优胜者 卷土重来 不可能是贫下中农上位的 谁最能掌握科举 那肯定跟明朝的时候一样 还是江南那批士大夫 同样 恢复科举以后 进入科举的这些人 肯定是蒋介石时代和北洋军阀时代的 那些旧资产阶级的子弟 但是 这些旧资产阶级的子弟 已经不可能复辟旧制度了 他们只能像吴越士大夫 跟满洲贵族合作一样 以改革开放干部的身份 加入统治集团 80年代的那些老大学生 包括移民美国 到美国去做工程师的人 江泽民就很羡慕那些 到美国去做工程师的人 觉得他们比自己混得好 当然 那时候他还没有当上总书记 当上总书记的时候 他说不定会改变主意 以及变成民运人士 流亡到美国的那一批人 我们要注意 90年代以前的民运人士 跟90年代以后是不一样的 90年代以前的民运人士 基本上是一批老大学生 就是我说的这批人 90年代以后的民运人士 基本上就是社会渣渣了 是在改革开放时代的 各种loser的一个混杂的组合 当然 这批人当中的最大部分 是做了新官 在改革开放时期 需要有知识的新干部的情况下 做了新官 有很多现在的中高级干部 都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 他们觉得 他们是技术干部 只要党国还要继续搞改革开放 是少不了他们的 知识分子这个圈是干部圈的外围 尽管他们在自命清高的时候 表现的好像是我们跟干部圈分庭抗礼 但是实际上 他们当然是依附于干部圈的 知识界的学校校长和教授之类的人 也有很多是改革开放干部的兄弟 只不过他们没有做官 而是去教书 教了若干年的书 到海外去度了几年金以后 就变成学乏之类的人物 开始招学生了 这是中共体制的第三层 改革开放干部 和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内的学乏势力 这一批势力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亲西方的势力 他们不是全都亲西方的 但是亲西方的势力当中 能够站得住脚的 基本上都来自于这个阶级 他们的阶级出身就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 大多数优等生来自于就制度之下1949年的资产阶级家庭 包括我自己就是属于这个阶级的 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发生变化 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知识界的舆论气候 主要是自由民主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这里面所谓的保守派就是保中共体制的派别 自由民主派比较极端的变成民运分子 比较温和的变成改革开放干部 90年代后期以后 双方的斗争变成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斗争 这个斗争的背后就是阶级斗争 直接了当地说 主要是山东老干部和改革开放干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 改革开放干部的生态位差不多就像是 康熙朝和乾隆朝的江南士大夫 山东老干部的生态位差不多就像是 魏忠贤时代的燕党和顺治朝的山东士大夫 山东老干部和燕党认为 我们才是真正拥护满洲人的 你们江南士大夫是资产阶级子弟 随时都可能背叛满洲人 江南士大夫认为 你们是魏忠贤的党羽 在伟大的中华民国时代 你们就没干什么好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 你们就是一些拍马屁的小人 谁有事代付的风骨 谁代表人民 当然是我们苏州的秀才金圣叹 金圣叹才是伟大人民的代表 尽管我们被皇帝和山东老干部联合杀了头 但是舆论会为我们平反的 舆论掌握在我们手里面 世世代代都会认为 我们吴越氏大夫是好人 你们山东的燕党是拍马屁的小人 但是舆论气候是可以改变的 吴越氏大夫并不比山东老干部 更能代表贫下中农 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 而且山东老干部集团 和改革开放干部集团 虽然占据了 比如说1995年或199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产阶级 包括干部集团 知识分子集团和各种企业的管理集团 从收入上讲算是中产阶级的大部分 但是他们都不是金字塔的顶端 金字塔的顶端是黄俄老干部 吴越氏大夫想要打倒山东老干部 最合适的办法还是要争取皇帝的支持 反过来 山东老干部想要打倒吴越氏大夫 也是要争取皇帝的支持 所以要把红二代和红三代拉入自己的阵营 比如说自由派把任志强拉到自己的势力范围 是一个成功 他们如果做得到的话 也会把习近平拉过来 我们不要以为他们特别卑鄙 在拿破仑战争时代 伟大的英国自由党和英国保守党也是这么干的 国王陛下是偏向保守党的 但是我们徽格党也不是没有办法 我们徽格党跟摄政王太子殿下的关系极好 维多利亚公主的主要侍女也是我们徽格党的人 我们可以相信 将来维多利亚女王上台 墨尔本勋爵就可以粉墨登场了 因为我们控制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主要朋友 尽管老王国的朋友 基本上是威灵顿公爵和那些老保守 但是天下早晚是我们的 英国在形势上 宽泛的说也可以说是民主国家 因为议会总是会选举的 但是议会选举 众所周知 当然是控制在贵族手里面的 而且在当时 议会和王室的作用 到底哪一方更大一些 也是不好说的 所以 无论哪一个党派 至少你不能够放弃争取王室的企图 你总要跟国王和亲王们打交道的 九十年代以后的斗争 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美国太上皇进入中国的时候 也采取的是同样的政策 我们要使改革开放和中美合作 能够继续下去 我们就不能使红二代和红三代 完全站在新左派的立场上反对我们 而是要以高官后路 收买他们的一部分人 加入我们的桑维汉反党集团的行列 跟我们一起合作 这样 改革开放和和平演变 才能够顺利执行 如果像民运人士或者我老人家本人 这样的原教职主义者所说的那样 塔利班没有温和派 我们绝不跟恐怖分子谈判 共产党没有一个好的 只有死康米才是好康米 那样的话 你就没法搞和平演变了 你只有理直气壮的举起战争的大旗 他妈的一路杀过去 把他们都杀光了 我们的理论就能实现了 到目前为止 我老人家就是专门喊口号 我骨子里面是非常清楚的 要实现只有死康米才是好康米 这个伟大目标 不打仗不行 我最看不顺眼的现象就是 他妈的 你们共产党供了一辈子的产 尤其是可忍输不可忍的事 尼亚还竟敢供我老人家亲爷爷的产 然后你居然跑到美国当资本家来了 跟华尔街合作起来了 你爸爸老老实实在印尼或者马来搞共产革命 我还能够忍受你 尼亚跑到美国来跟华尔街合作 我实在是忍不了你 你快点给我滚回去 但是 要实现这个目的 老实说不打仗是不行的 只要不打仗 我没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要实现只有死康米 才是好康米的逻辑 我只有首先希望中美彻底断交 最好还要打一仗 让共产党恢复自己的孤立状态 然后我们才能用军事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 用军事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以后 才能实现我伟大的愿望 他妈的 你们这些在1928年和1949年都是坏人的角色 可不能像是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政权那样 一下子混成资本家了 而且还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保护之下 历史罪行不受追究了 这是万万不行的 所以我不支持改革开放干部 一有机会就戳你一刀 我倒是宁愿让习近平上台 让习近平实现石仲贵的伟大事业 这样我不就很开心了吗 你看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 两边极端敌对的极端派 是意见完全一致的中间的温和派 相互之间是能够合作的 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最不能容忍的繁体制派是两种人 法国共产党和戴高乐党 他们联合起来把第四共和国给搞砸了 而社会党和资产阶级政党 倒是愿意维持第四共和国的 这里面的道理也是完全相同的 改革开放以后分为两个阶段 1995年以前的那个阶段就是保守派和自由民主派的斗争 在这个时候 民主比自由更重要 所以才会有六四风暴 当时的改革开放集团和民运集团是认为 自由和民主不可分的 不像90年代以后的那些人 读多了埃德蒙 伯克和哈耶克的书 开始理直气壮摇头摆尾的说 自由不等于民主 民主不等于自由 民主有的时候也会危害自由 我们先把民主的事情放一放 先把自由搞起来再说 这种观点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还基本没有 保守派集团当时跟西方还缺少利益上的勾连 他们顶多是像王震那样 到深圳去拿了改革开放干部的很多钱 态度就软化了 但是他们跟华尔街和美国太上皇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斗争还比较单纯 90年代中期以后 斗争的形式开始发生改变 自由派和新左派发生斗争 80年代的情况是 黄俄系的人基本上就是保守派 除了邓小平以外 等到90年代中期以后 朱学琴和秦辉这些自由派 跟汪辉这些新左派斗的时候 自由派和新左派内部都有红色子弟 同时高校的结构也发生改变了 这时候80年代的老大学生已经当上教授 开始变成学乏了 这时他们就开始试图 比如说建立自己的自由主义学术传统 或其他什么学术传统 好在红色体制之内给自己留下一点江山 同时高校也开始扩招 过去只有精英才能入大学的规矩 变成是个人都能上大学了 这个主要是为了缓解社会压力 但是也不排除是另一次无产阶级翻身 你们反动资产阶级子弟在体制内 以为自己已经站住脚竿了 对不起 我们要放一批无产阶级来打土豪分田地 分散一下你们 于是就产生了翟东生和田飞龙这种人 他们在80年代 就是那种应该分流去读中专技校的人 是当不了周锋锁那个时代无比崇高 被人认为是死100个农民 换一条大学生的命都是很不值得的 而现在变成跟农民工没有什么差别的那种大学生的 他们进入大学的结果就是使大学生不值钱了 而且就是在这个时代 他们居然还只能考人民大学 我们要注意翟东生他老人家是吴越人 在吴越这个高考精华区 你不考清华大学的理科 却考了人民大学的文科 你呀就肯定是一个loser 你没有任何背景 只有大学生的身份 而大学生的身份可不像是在邓小平的80年代 搞干部知识化 年轻化那个时代那样抢手了 所以你只能坐冷板凳 翟东生同志的前半生像景严广同志一样 是在冷板凳上度过的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点赞和分享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参赞和 holy 就可以关闭了